北韓七月底遭遇凯米颱風 重創 引發重大洪災跟土石流 造成數千人死亡 南韓媒體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相當震怒 已經處決約三十名的地方官員 此外四號晚間到五號上午 北韓睽違一個月 再次向南韓空飄超過四百二十顆的垃圾氣球 甚至有二十多顆掉在首都首爾跟鄰近地區 在地方官員的穿扶下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慢慢走下小山坡 搭乘衝鋒艇巡視災情 北韓七月底因為凯米颱風侵襲 造成北部慈江道跟平安北道地區 嚴重的洪災與土石流 釀成四千人死亡 一萬五千人物價可歸 海令社報導 颱風引起的重大災情 讓金正恩想能憤怒 譴責官員們沒有對暴雨災情 做好準備和應對 他在視察各地災區之後 在八月三十一號主持勞動黨政治局 緊急擴大會議時 表示會對部分幹部予以嚴重處罰 認為這些官員嚴重懈怠 勞動黨與國家賦予的重要職務 導致發生了無法容忍的人員傷亡 根據紐約郵報引述南韓媒體TV朝鮮的報導 金正恩在八月底以在洪災期間涉及貪腐失職為由 下令處決二十名到三十名地方官員 這些官員多半是重災區慈江道的官員 而包括北韓的社會安全大臣平安北道 以及慈江道黨委會責任書記江鳳勳 以及朝鮮勞動黨公安部長李太謝都在緊急會議中因此遭到撤職 不過目前傳出處決官員的消息還無法獲得證實 除了洪災懲處官員之外 北韓再次向南韓空飄了垃圾氣球 根據韓聯社引述南韓合同參謀本部消息報導 北韓四號晚間向南韓空飄了大約四百二十個垃圾氣球之後 五號早上九點多也有飄放了另一批垃圾氣球 目前已經有二十多個氣球掉落在首爾跟經濟道北部 當局檢驗氣球之後發現飄放的物品是廢紙 塑膠瓶等垃圾沒有有害物質 不會對大眾形成安全風險 而這也是北韓睽違一個月之後 今年第十三次向南韓空飄垃圾氣球 各位希望全身變異